看她們! 看她們! 她們有姨子! 大家好,我是Dina,歡迎來到我的頻道! 別忘了按下訂閱,你才不會錯過任何的影片喔! 別忘了追蹤我! 這個牌子呢,是來自美國的牌子,叫做Ana Luisa 她們做的online shipping也做得非常好! 如果你們有興趣的話,一定要去看看她們! 她們的價位是屬於比較中高價位耶! 但是我覺得她們的品質是真的很好! 接下來的最愛呢,就是我的 登登登登! 我的小大長犬! 我不知道這個中文要怎麼說耶! 英文我們就會說它是scrunchies 然後它是絲絨的材質 有點復古的style 其實在我小時候,非常非常的紅 只是最近好像又紅回來了 and I love this color! 這個pastel purple 比較牛奶色的紫色 真的是我最近超愛 I'm slowly slowly trying to claim it as my color because I just love it so much! When I saw this in Forever 21 Forever 21在台灣要撤走 幾乎所有的衣服都在他們家買的 所以我不知道之後我要在哪裡買衣服 他們瘋狂打折的時候 因為他們要撤了嘛 我就過去 然後我就看到這個 我就一次買了兩個! 就是超可愛的! 然後我可以就這樣放在這裡 Hi! Hi! 因為很可愛 It's like an accessory 我在20萬訂閱 就是我跟Andy拍的第一個Q&A裡面 我就用這個吧 然後你們應該可以還蠻多角度可以看到它 再來呢我要分享的是 Bangoda Mango的小皮夾包 那因為我之前的TEDBAKER奶茶色 小皮夾包已經有點爛掉了 所以我真的用太久了 and I love that so so much 我必須要讓它走 當我在每一個遇到這個的時候 我就買了下來了 首先我覺得它的價位非常的親民 然後它這個大小又是我平常攜帶的大小 其實我不再那麼的喜歡長頰了 因為我覺得長頰位空間佔得很大 然後你又不是每一個卡片都會用到 然後它也會不小心讓你一下塞很多東西 如果是保持小一點的皮夾的話 你就不會無止境的累積你的發票 然後就讓它爆發 那打開呢它就是有三層 靠牆壁的位置都可以放卡片 然後中間的地方我都會塞紙鈔 紙鈔台灣差不多對折就可以塞得進去了 一定要有零錢的格子 因為台灣真的很多很多的零錢 我也真的喜歡這個顏色 pastel pink 我等一下要介紹這東西 你就知道我最近有多愛牛奶系列的顏色 準備好了嗎? 登登登登 我的書包 其實我已經畢業了 所以應該不算是書包 我的後背包 是不是超可愛的 完全跟我剛剛那個 我會買我的那個Mango小皮夾 就是因為 看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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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有姨子 這個顏色圖 我可以 很柔軟 這個牌子叫做Kilo Color 我在信義成品櫃上買的 那這個大小呢 是我還可以塞我的13寸筆墊 Anyways如果你們想要再一個 What's my bag video的話 你們可以在下面留言跟我說 我就好好的介紹這個包包給大家 我喜歡這個顏色 或是不可能的紅色 再來呢我要分享的是 有一點點跳筒 這個 這個呢是 體香膏 那它的特色是什麼呢 我最近就有發現 其實我們市面上 遇到的很多 很多紫蘭基 它們都有一定的成分 叫做鋁 aluminum I think 那鋁呢它其實是一種重金屬 那在我們身上 是很難很難代謝 甚至是不能代謝的 所以 它其實是對我們身體不好的 然後那成分主要存在的 其中一個原因是 止汗 但是我長得越大 我就發現其實你的汗水 應該是要讓它出來 最低底線的是 不能有味道 我就覺得 我決定想要走一個 比較健康的路線 那這個呢 沒有辦法止汗 但是它可以止臭 我覺得就很OK了 它是完全沒有鋁 它就強調不含毒聚成分 然後是一個天然的體香膏 對 那這個牌子呢叫做 Arm & Hammer 是一個美國非常非常有名 然後具有歷史性的牌子 那這一款 那這一款叫做 Essentials Deodorant With Natural Deodorizer And then this one is in Fresh 它還有一個是沒有味道 這個我記得我是在Talmods買的 所以在台灣的開架 是買得到的 這個香味很舒服之外 它遇到我的汗水混雜在一起 加上外面的細菌 混起來的時候 它的味道不會變 就是它不會變得一個很奇怪的味道 它還有特別說 No yellow stain t-shirts This is so freaking important 我記得我在國中的時候 我就開始用紙和紙 運動服 這邊就有一片是黃色的 不知道各位同學現在有沒有這樣子的經驗 然後我以前都會被人家取笑 尤其是男生 他們就說 終於放到什麼 你那邊黃黃的 你知道我心裡是多麼的尷尬嗎 就是 First of all I didn't know why was like that and I thought it was because of my own sweat 然後當你認為真的是你自己的汗水導致 然後你當你領悟到這是一個不可改變事實的時候 你真的是會很絕望 It was such a bad memory 如果那時候就有一個人可以跟我說 不是我的錯 是你用的deodorant的錯 事情會很不同 一定要去找特別有說 沒有yellow stains的 不會讓你的白色衣服 或是淺色衣服變黃黃的一塊的 可以馬上拯救你的行傷 雖然它沒有辦法止住你的汗水 但是我們該排的毒還是要排出來嘛對不對 但是我們不要臭臭好不好 然後我們也不要變成一個小黃黃意下女孩 不要 那這個呢它也有強調是男女都可以用的 再來我要分享的是一個指甲油的品牌 那這個指甲油的品牌呢 叫做FLORMAR 這個品牌應該是最近 不然就是我以前沒有意識到 有引進來台灣的一個法國的開架品牌 那他們家彩妝我不太清楚 我也沒有適用 至少我買的目前的所有深色系列 都非常非常的飽和 而且你只要擦一層就夠飽和了 我以前呢都是買比較偏紫色 比較偏紅色的指甲油顏色 然後最近我有點想要 expand my nail color scheme 所以我加入黑色 它的灰色系列就還蠻多顏色可以選的 那我選的是一個比較帶有一點點暖的灰 除了它的深色系列都非常非常的飽和之外 它的價格不到台幣100塊 我記得我在Momo買的時候 它應該是69塊一瓶吧 然後我在Thomas看到的時候 是50塊一瓶 容量是 就是很正常的一個指甲油的容量 昨天我買了這個 這是一個暗黑色的色 我很興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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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現在在台中的民宿剪影片 然後想說給大家看一下 我的指甲很短 我誓言他們很短 他們很短 但我還蠻喜歡的 我還蠻喜歡的 喔對了 還有我的眼鏡 它最近變成我的 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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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F 因為我的眼角膜受傷 然後它已經受傷了好久了 已經快五個月都還沒有好 我非常非常的擔心 我這輩子再不能戴隱形眼鏡了 真的是到現在 有時候早上起來 如果前一天沒有睡好 比較累的時候 扎眼鏡還是會有點不舒服 這個呢 是我去年的時候 買的 鏡框 然後跟 就搭配我的 度數的眼鏡 每一次 只要你們有看到 我有戴我的眼鏡 露出在instagram上面的 story 或是post 或是youtube上面 也是 不管我公開回到多少次 都還是會有人問我 我的眼鏡現在哪裡買的 所以我現在 就正式的公開跟大家回應 這個鏡框呢 是在 信義成品的一間櫃 叫做 框框 它很像是在樓上的 就是在 成品書局的那幾層 因為我自己 就對以前的 黑框 有一點點膩了啦 所以我想說 我要換一點點感覺 所以我買了這些 所以我買了這些 你們看起來 很像是在 愛上的 所以 那就是 接下來呢 我就要分享彩妝類的啦 那我們就繼續看下去吧 MAYBELLINE 在台灣新出的 FIT ME系列的 松蜜粉 我覺得很厲害耶 我會喜歡它的原因 是因為我在用 Laura Mercier的時候 有時候不知道為什麼 那個粉會有一點點 刺刺的感覺 但是它控有能力也很強 那這個呢 就是我覺得 控有能力其實是差不多的 但是它在我臉上 是非常非常舒服的 而且它在臉上的效果 其實是可以媲美 Laura Mercier的那種 平順無暇的感覺 但是又是很細緻的 它不會是很紫白 這個呢 是05 透明的顏色 另外一個呢 是有一點點粉色的那個 那個就比較屬於 很健康很健康很健康 很健康肌的女孩子 那個對我來說 還有一點點 稍微的 再來我要分享的最愛呢 就是Hourglass的腮紅 這個呢 是Andy在美國幫我買的 他們家的腮紅 這一款實在是太美了 我過去這個月幾乎每一天都是用它 那帶也是比較淺色的紋路 就是比較淺色自然的珠光 這個腮紅的顏色叫做 MOOD EXPOSURE 我比較喜歡的是比較深粉 偏紫一點的顏色 因為我覺得對我的膚色來說比較自然 我可以再為了你們 再疊擦一次給你們看 看得出來嗎 很自然 很美耶 我很喜歡它的顏色之外 我很喜歡它呈現的那個光澤感 非常的自然 再來我要分享的彩妝呢 是一個 Olive Bugatti 也就是ELF的 Golden Bronzer 這個呢其實是在我三年前 美國的時候買的 然後那時候在台灣也很多人都有帶給我回來 因為真的評價實在是太好了 它呢算是古銅餅 它不是修容喔 因為它是有光澤的 然後大家說它呈現的感覺 是媲美Bobbi Brown 它那一盤很有名的 也是一個古銅餅 它的顏色是一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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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後面我開始慢慢喜歡比較光澤一點的時候 我發現我所有的修容古銅餅都是霧面的 我想要有一點被太陽曬過的這個古銅妝感 所以我現在呢都會在我用完我霧面的一般修容 甚至是稍微一點點偏冷做很自然的陰影修容 然後我就會再用一個比較鬆的刷子去沾它 一樣在修容的地方就是會特別在注重一點點 但是我基本上用它可以用快要到全臉 就會很有那種夏天sunkist的感覺 好,我覺得這就是我最喜歡的 如果你們三月也有喜歡的東西 想要推薦我用的東西 歡迎在下面留言跟我分享 如果你們想要看到一個全新的What's my bag video 也可以在下面提醒我做 還沒訂閱的朋友別忘了趕快按下訂閱 然後開啟你的鈴鐺才不會錯過我的影片喔 and I welcome you guys to my family 喜歡這影片也別忘了按個喜歡 ok that's it for today and I will see you guys my next video bye by bwd6 by bwd6